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完全坐過山車 當然大家市場方面對減管方面的壓力 或者在中美方面資金投放的問題 令到港股在上星期後曾經跌得很殘下 中段曾經有一個反彈 但到上星期周末前 因為營富基金限制美國人投放的情況下 亦有一個轉弱 港股維持一個政策市 所以很多股份計算PE各樣都不太合適 視乎市場氣氛如何轉變 如果今個星期 港股或外圍上再沒有一些特別的負面消息 或者沒有消息 我覺得市場可以慢慢做好一點 因為始終港股這段期間 在大家的投資情緒都偏得比較審慎 或者負面情況下 尤其是重磅的一些股份 其實仍然是反覆一個走弱的 所以如果你說在下星期 沒有特別的反彈斷 或者訊息安全問題的消息 港股還有機會浮高一些 去到接近十天線附近 兩萬六千六、兩萬六千七的位置 而下面當然若果再有限制資金的問題 其實港股若果悲觀成稅力 其實還有機會 可能試試上上星期開始出現的上升裂口 兩萬五千五附近的水平 而股份上過去一個大震盪 但見到一些叫汽車類股份 資源類股份 或者是一些叫新能源股份 其實都還有一定的抗跌能力 所以我想在下星期 當然我覺得豬人氛圍都會繼續維持著 是剛才所說的板塊之餘 接下來八月亦都是開展一個叫業績期的情況 八月中方面 業績的一個表現其實都對港股構成一定左右的情況 後續來說當然大家關注中美方面的消息 看看對港股影響到底有多大